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突如其来的幸福让大家欣喜若狂 本以为终于可以下水钓鱼了 不过教官还是向我们泼了冷水 这些是送给你们的礼物 不过别高兴得太早 因为这些东西 就意味着你们 以后的训练会更加枯燥 更加刻苦 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 好 接下来 这堂课我给大家量一下 钓杆的钓性与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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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过去的竹杆到中期的玻璃钢纤维呢 到今天的被大家广泛使用的碳负的材质的钓杆 它们大致可以分为长度 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常见的 3米6 3米9 4米5 5米4 6米3 7米2 8米1 等等 现在还有十几米的 我们比赛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以3米6跟4米5 5米4为主 当然其他的都可以用在休闲上 这是比赛或者是休闲最常用的几款钢子的尺寸和长度 当然还有很多品种的钢子 比方说这个就是好多钓友叫它长炮 这是13米的长钢 所以我们中国钓法的时候 它一般都是在打窝的时候用的 有泡杆 打炸弹钢的打串钢的 有洛亚杆 这两件是比较风鸣的 还有这个鸡雕杆 鸡雕杆也是带走的干的比较长 还有中国钓法的干的 再说是并滴钢 并滴钢的意思就是 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差距干 这个一般都是钓性比较软的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差距干也是比较硬的 大部分的差距干还是比较软的 像我们 这种 属于正出色的 正出色的就是 一个这样的 然后从里面 一节一节的往外抽 叫正出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 中国钓法的钓杆 中国钓法的钓杆 从钓性上来讲 刚才台词以前说了 大部分现在 以碳腹纤维为主 大部分的中国钓法的干 都是碳腹纤维材质的 钓性 钓性非常多 我先说 中国钓法的干的有19钓 28钓 37钓 46钓 55钓 19钓的 什么是19钓的干的 19钓 10钓 比方说 1十钓 它的受力点 在10分之1处 就说明这钓非常硬 受力点 观折点是在10分之1处 这叫19钓的钓 28钓 是在10分之2的地方 在这个位置 主要的折点是在这个位置 这叫286 一次六厅 三七 十分之三处 四六 越来越软越来越软 55掉的当然是最软 受力点是在一整条杆子的中间 由于我们这个这个掉杆 目前在我们国家 还没有一个执行标准 这个都是以各个厂家 自己命名的这些 这个这个这个掉杆 当然还有 这个费套数 比方说有1号的甚至0号的 2号的3.2的4.2的 5号的6号的7号的8号等等 这个是各个厂家 可以自己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杆子的掉杆 然后一次往下抬 这个基本是 像这种 192837是 从硬 19掉的杆子特别硬 基本上像木棍一样 从硬到硬 这个从0号到1号 这个从0号到1号到2号 一直到9号 甚至10号的杆子 是从油软到硬 非常明显 可能这个55掉的大致 可能是以55掉为止 以此类推 但是不完全是这样的 但是不完全是这样的 只是 只是 是同软 倒硬 这个是同硬 倒软 咳咳咳咳 咳咳咳 好多多 嗯 你认为是软杆好还是硬杆好 好 我认为软杆好 第二小就点水落后 还能溜一会儿 那多少 要的 不对 我感觉还是硬杆好 那第二个鱼 直接飞上来 那不叫爽 好 回忆啊 好多多快点 好多 快点 好 油烂插嘴 快点 走 秦深 走 你呢 嗯 我到现在也没太搞明白 这个软杆到底转到一个什么程度 硬又硬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认为 软杆和硬杆的应用是有针对性的 我完毕 坐下 好 秦深做得很好 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现在目前市场上 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 就是说 有什么钓 什么钓 除了二八钓 三七钓 这个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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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号几号 这个还有一种叫好钓 软钓 硬钓 软钓 中硬 硬钓 超硬 超硬钓 大致可以说这几个 当然 好多这个这个 品种的针子 品牌的针子 这个 达不到超硬的这种这种钓性 它有钓是 也 也说是硬钓或者是超硬钓 其实它是挺软的 在这里刚才真的这个 7分钟的问题 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 我们都用 0.8的 大线 0.4号的 子线 掉了一条大约二斤左右的 这几率 同样两只钓 会有什么反应 再来我拿一只2号的 可以拿一只4.2 这个2号的钓呢 就属于 4.6钓 差不多 属于 这个这个 软钓 钓性比较软 它的收力点 差不多是4.6钓 比较软 比较软 属于比较中性 然后呢 这个4.2号的钓子 属于 应该属于超硬的 二八钓 它的收力点 在这边钓子的 这个 十分之二处 非常硬 同样我们拿 这一只钓子 二号的钓子 这个线子 钓这个鱼 我们可能钓起来 非常轻松 因为它比较柔软 线比较细 或者它能轻松的把它拿上来 如果我们换上 4.2号的 超硬钓的这个 也是这个线子的话 就不一定能把它拿上来 因为这个钓子 它的收力点 是在顶部 没有充分利用这个 这个钓子这种韧性 所以它 它容易跑鱼 容易断线 因为我们的线路比较细 当然如果 这个二八钓 这个比较硬的 这个4.2号的呢 要是钓比较快的鱼的时候 密度比较高的时候 像高帅说的 需要我们飞鱼的时候 这个二号的四六钓 它就不如这个 那个时候需要速度 不需要 要减少鱼的这个时间 直接中鱼以后 就把它飞下来 所以说不同的钓子 不同的钓子 用在不同鱼形上 像我们平常 如果不比赛 如果不比赛 在休闲的时候 尽量选择一些 这个四六钓 三七钓 这两款不错 没必要用太软 没必要用太软 也没必要用太硬 大部分就是在四六点三七六 只要 整个的这个 时间就可以 像这个这个 三点二号 二号 都是我们比较常用的 当然我们要打竞技比赛 准备的可能要多一些 要有非常软的 要有超软的 要有超软的 要有特别硬的 因为根据不同的鱼形 选择不同的 调性的钓子 刚才许证给大家能听懂 好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长杆跟短杆的 具体的实用性 是用范围 短杆 我们一般 是钓小体型的鱼 因为小体型的鱼 比较靠近 在一个我们操作起来 非常方便 长杆主要用鱼 钓大体型的鱼 个头稍微大一点的鱼 因为 一个是长杆 这个 构子比较远 大于基本的深处 再有一个原因 是大体型的鱼 力气比较大 我们想把它 跟它搏斗 想把它制伏 必须要给它空间 所以说 我们用长杆的时候 遛鱼的空间非常大 能非常容易把它遛 把它征服 然后把它溜入 所以我们在选择 钓杆的钓性 及长短时 是要根据我们每次出去钓的鱼情而决定的 比方说我们要钓大鱼 还是小鱼 还是快鱼 还是慢鱼 选择软的硬的 或者是超硬的 短的长的干等等 好 今天关于钓杆的这些基本常识 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最后 我给大家强调一点 我们的钓杆 是属于碳货纤维的干 它特别容易倒垫 以后不管我们在哪里钓鱼的时候 一定要远离高压线 尤其是在打雷的时候 更不要使用碳货杆 这种以免发生 不必要的意外 这种例子 有好多例子都呈现我们的面 希望大家 以后切记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说通常 我知道 现在 你说 今天 我来 有时候 在这方面 化袖 校长 这期训练班的学员 透过这一段训练我来观察 在训练的过程中 他们院生一片 都很累 对我这个教练部 我感觉非常的苛刻 基础训练可 非常关键 这些孩子的 念情 你这种训练 漠视 可能会比他们不解 可我认为他们今天能做到这样 已经是不错了 作为你出了 严格的训练和教训 可外要和他们多接触 和他们 融为一提 从日常的生活当中 多关心他们 这样 我们会要得到更多 才能达到我们这次训练应的最终目的 一定要注意 我知道 你去吧 这是在训练营的第12天 装备发给我们也有两天了 对杆子 我们也都有进一步的了解 这一切都预示着我们 离下水钓鱼的日子 是越来越近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吧 今天的训练 我们都愤怀的有精神 教官说今天我们可以到户外练肝 我们都很兴奋 因为我们一直梦想的日子终于要到来了 可现实总是很残酷 没有想到 教官说的户外练肝 可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训练们一 四 vrij 训练 两 八 六 一 六 十 一 一 二 行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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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家的表现不错 我让大家训练的主要是锻炼大家的臂力 接下来 有更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就是抛肝 好方向 一二二一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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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辞 向左转 转 向右看 起 向左看 上去 今天早上 我们进行 短杆和长杆的 握法 及抛送方法的训练 抛杆 在我们的钓鱼的过程当中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环节 只有我们 点打得准 杆抛得好了 我们才能 迅速的把鱼 以右的更集中 从而使得我们的调货 会更多 下面我给大家 演示 短杆和长杆的 握法 这种 加围 以后 数 下 虚 仇 勇 实 首先 我给大家演示 短杆的握法 2米7 3米6 甚至4米5的 钓鸡鱼的时候 钓小型鱼的时候 也可以这么握 现在我拿3米6的 给大家演示 不管是左手 还是右手 然后 干把的底部 最底部 抵到手心的下方 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比较 正确的握杆的姿势 这是短杆的握法 看到了吗 然后 是这个位置拿着 而不是这样 也不是这样 就非常轻松自然的 握法 就这个姿势 大拇指 摁住 干把 食指 是伸直的 尽量保持一个 比较自然 放松的一种状态 而不是 这个样 或者是这个样 这都是非常难看 也是非常不标准的动作 非常轻松自然 就这个样 这是短杆的握法 下面我拿一只6米3的 水稍微长一点的干燥 这个握法 跟短杆的握法 有些区别 有些不一样 长杆一般 手把它就长 短杆的时候 一般手把就短 只到 基本上 就是一个 这个这个手掌 就能握过来 但是长杆 注意 6米3的握杆 上面的握法 是一样的 但是下面 要抵到胳膊的 中间 或者是中间 靠后 这个部位 端杆的时候 是这种的端杆姿势 非常轻松 因为它干密比较长 因为它干密比较长 光靠我们手握的劲 是拿不住干的 即使拿住了 中鱼也是操作不了的 这是6米3的握法 8米1 7米2 更要长 这一只是8米1的 肝子越长 这个就要越往后一些 因为只有肝子冤枉后以后 我们的力量会越大 甚至有可能是这样 8米1 甚至还长的肝子 关于长肝和短肝的握法 就是基本就是两种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好 那我们进行长肝和短肝的抛送方法 好 握肝的方式 刚才已经给大家讲了 这种握肝的方式 然后下面我们开始抛肝 抛肝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几个环节 一个就是 左手 在抛肝的过程中 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它只需把一整条线揽住就可以 但是大家要切记 不能把干烧 拉弯了 轻轻地揽住线 然后在抛的时候 把手只需把手松开就可以 大家注意看 左手是只是起一个辅助作用 关键问题是在握肝这个臂上 抛的时候 尤其是长肝子或者是有风的时候 可以稍稍地向左边点下头 画出一个弧度来 我们这种抛肝的方式 是当送的抛肝方式 当我们掌握好这种方法的时候 短肝长肝其实抛法是一样的 大家注意看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 这个手握肝的这个臂一定要展开 而且要有弧度 越长的肝子 弧度可能越大 短肝子 弧度没那么大 但是越长的肝子 弧度会越大 大家注意看 这种是 当送的抛肝方法 当然今天我用的这个柱 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柱 带友大家注意要注意一点 线越短 干的越好 线越长 抛肝的时候 要花的弧更大 因为你必须有不够的弧度 把你整条线 揉起来以后 荡起来 我们这肝子才能抛出去 所以说短线就好抛 长线就不好抛 一般长肝子 不需要太长的线 比肝子稍微短一些 最好 好 好 高线 高线你来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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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郭哥你来吃吃 钱了 这真是钱吗 好 方法是基本对 出去 你这个明显没用上劲没倒出去 什么没用 币没用上劲 有倒 但是这个要挤着下面 这个必须要抵抵住你的小臂 你的小臂 好 好好好 那来 周静上一边 针对周静这个问题 我再给大家 再做一下解释 刚才周静始终是这个样子 没撑着 其实 这个手 在握肠杆的时候 就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 真正的 力点是在这个位置 而不是力点在手腕上 受力点是在 是在小臂上 这个手 只是起到一个 你看 揽住这个这个杆子 然后 你看 如果你不揽了 杆子就成这样了 真正的 舒适点 是在这个杆子的最底部 跟小臂 在小臂上 你刚才一直是这样 我看 别说是你拿不动 就是我这么拿 也不好拿 关于长端 刚才你们也演示了 我也看过了 基本差不多 方法要领 基本能掌握 最后我再演示一遍 你们要认真看 胳膊一定要展开 把力道要用上 不是说我有多大的劲 我就能泡多长的杆子 跟力道 关系 没那么大 只要方法掌握 带长的杆子 我们也能轻松的泡出去 好 对不对 长端的泡法 我再给大家演示 最后一遍 大家一定要看好 好 好 关于长端的泡法 我给大家 就说了解 然后下面给大家演示 短端的 包装方法 我拿一只 4米5的杆子 给大家演示 其实 无论长端的还是短端的 泡法是一样 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长端 端的长一点 握法 跟短端的握法不一样而已 这是4米5的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 按照短端的 握杆方式 来拿端子 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讲了 切记不能 这个样 很难看 不能这个样 不是握杆的时候 就是 骨口向上 比较轻松自然的 这种握杆的方式 然后 其实方法是一样的 干的短呢 我们 点头的这个弧度 画弧的这个这个这个 度 就小一些 2米7的可能 直接 无论不用画几个炮 现在是4米5 稍微有一点弧度 把整条线肉 荡起来 就可以 大家注意看啊 非常轻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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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跟肠肝不同 肠肝必须是 一整一定条肛 但是短肝 大家 takie看 完全可以用手臂 手腕的力量 就可以了 好多多 试一下 好 掌握得不错 好 亲们 好 我来试一下 我来试一下 好 中间 好 大 大 大 你这干了还是没挑起来 你先找找这种感觉 先不用让这儿落地 先找找这种荡的感觉 用靠手腕 靠干的韧性 把这儿荡起来 荡起来 揉起来 你先找找这种感觉 站起来先找找这种感觉 把胳膊举起来 从旁边 做到这里 躲在这里 冷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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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你的身体的后边抖一抖 太好了 挡 用点劲 往前挡的时候用点劲 对手腕向上挑一下 好过来 再试一试 比刚才好多了 好 行 方法基本就这样 关于抛高的方法 你们是不是都掌握了 然后下面你们开始训练 我给你们设计的是 用4米5的吊杆 牵振可能会很轻 但是 你们就要坚持下来 听到没有 听到了 开始训练 走 我这个太轻了 这抛出去都会老谈线用 怎么抛啊 这牵柱太轻了 我还从来没有抛过这么 这么轻的牵柱啊 就会老谈线用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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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泡根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就是猪跟耳的走向 大家注意看 当我们猪跟耳从这里出去以后 它是行这个趋势的 然后慢慢高起来 高到一定的高度 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训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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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泡根训练就到这里 我知道大家都非常辛苦 也非常累 但是泡根在我们的钓鱼过程中 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在空虚时间 要多加练习 下课 你们累不累啊 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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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有这样泡干呢 在水里地面呢 我还是第一次吃 因为我们平时在那个池塘面钓鱼 它泡干水面给池塘安定吧 有点粗 有多舒服啊 有多舒服啊 不过啊 幸福我已经不少 真难受 这是啊 这是啊 我觉得你说不对 我今天是在这个地面泡干 绝对比在水里泡干难得大 难道这个要点好了 以后在水里泡干 对不对 对对对 这样的那位 我上课之后知道我们一山蜡蜡 但是对我们的臂力有一日的锻炼 这锻炼我们的臂力 这一点超磨磨的 都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他主要是今天泡好了 所以就认可超磨磨了 也不能这么说 平时看着教官挺严厉 但对我们也挺多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玩意 对啊 你们这么一说 还有进入这么回事 真的吗 教官确实不错 对不对 那对不对 那跟你们这一说 有点超磨磨好的 那就跟天天在门 他就不服气了 我看 他是吃鱼 长大的 我钓了多长长时间的鱼了 也是 拿个杆子在水里面 抛 抛 有什么好抛的 累死了 你们你们胳膊痛不痛 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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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超磨磨好 超磨磨好 以后就说我好就行了 哈哈 你跟着我 当我们在实际操作中 建立家境的时候 我才猛磨发现 原来教官的所有团牌 都是我们提高的目标记 我也意识到 这个人 值得信赖 时间 时间果然是最好的镜子 当大家都以为扇蜡烛是无用功 结果没想到 对我们抛肝有这么大的帮助 这几天我知道原来中国调法不只是手肝 我也明白了原来肝肠可达八米甚至更多 唉 看来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多了